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以来中国的政治局势可以说扑树迷离 进入一种叫做非正常状态的非常态 昨天北京官媒突然报道了一条消息 说习近平到内蒙古考察 甚至他还深入到一个很边远的什么林场农村去考察 这样就让人们是大感意外 因为现在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已经开始了 人们普遍都认为习近平他将去北戴河去参加这个北戴河会议 那么现在习近平却突然现身出现在内蒙古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问了习近平为什么你要去内蒙古考察 因为习近平他要丢下手边那个日理万机的工作 他大老远跑到内蒙古的边缘农村去考察 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对于那些国家领导人来说 他们的工作都是非常忙的 负责的事情是非常多 日程安排是非常的紧张紧凑啊 他们的日程安排都是按照分钟来计算来安排的 所以呢 领导人啊 他不会轻易到外面去视察考察的 特别是像习近平这样所谓党政军学商 什么他都要管 什么都要负全责的领导人来说 那他负责的工作就更多了吗 习近平不仅要听各种的汇报 处理各种的文件 还要出席会见外国人这些礼仪的事情 所以呢 习近平啊 应该比一般的国家领导人还要更忙一些 那对于习近平来说 他工作这么忙 他要丢下手边的这些日理万机的工作 大老远跑到那个内蒙古的边缘农村去 那肯定不是去旅游嘛 那肯定是有他的目的和打算的 那么习近平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关于习近平此行的目的 北京的官媒啊 只是做了几个非常短的几句话报道 他说习近平此行的目的啊 是了解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整姓和民族团结等情况 那么北京官媒说啊 就是说习近平这次的目的 仅仅是这些什么了解文明建设啊 什么民族团结这样的问题啊 显然就是一个推托之词 他绝对不应该是习近平这次的真正目的 比如我们看这个民族团结的问题 内蒙古的民族问题其实并不严重啊 如果你习近平真要考察这个民族团结问题 你就应该去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新疆去考察吗 你到内蒙古去考察什么民族团结问题 这不是开玩笑吗 所以说呢习近平啊 他此行的目的肯定不是像官媒说的那样 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那一般来说国家领导人出去视察 往往就是一个发生什么自然灾害啊 他不得不去的事情 因为对于现代这个文明 说叫文明程度啊 你比较高的一些西方国家来说啊 发生了什么自然灾害之后 那国家领导人啊 要去当地视察慰问 这个呢已经是一种惯例了 那美国如果发生什么自然灾害 那美国总统都要去当地视察慰问 比如说去年九月 川普总统啊就亲赴当时候美国发生这个巨崩的这个灾害的这个现场去视察 并且啊他还上街给这些灾民是亲自发盒饭 那江泽民 朱镕基胡锦涛 温家宝这些前领导人呢 他们也都曾经多次到那个灾区去视察去慰问 虽然有人说啊 这些人他们去灾区视察慰问 不过是一个表演 一个作秀而已 但你即使是一个表演作秀 他也是向这个现代文明国家的行为准则靠拢嘛 你总是比不去好 那习近平上台之后 虽然中国也不是发生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但是习近平啊 他就极少去灾区去视察慰问 以前呢 总理李克强啊 他还比较常去灾区视察慰问 但是自从呢 这个2017年中共十九大 习近平这个定一尊之后呢 李克强就越来越少露面 他就很少再去这个灾区啊 去视察慰问了 因为在习近平定一尊的情况下 习近平如果他不去灾区慰问 那李克强去的话 那就会造成李克强就要抢习近平的风头啊 他就要抢习近平的威信 这么一个嫌疑他就有了嘛 所以呢 习近平不去这个灾区视察慰问的话 李克强也就不敢去了 最后一来 结果就是谁都不去慰问呢 我们再回到上面的话题 就是既然内蒙古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自然灾害 那么习近平去内蒙古目的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习近平现在正好工作比较清闲 国内外都没有出什么大事 那么习近平啊趁着这个工作清闲之余 他外出考察一下也监视一个休假散心 这个倒也未尝不可 但问题是现在习近平的工作真是那么清闲吗 国内外真的没有出什么大事吗 显然不是这样 最近可以说中国这个国内外是大事频出啊 现在是最需要习近平留在北京拍板掌舵 他要对各种大事来做决策的时候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最需要他拍板掌舵的时候 他突然离开北京了 他也不去北戴河开会 而是跑到一个内蒙古这么一个风平浪静 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地方去视察 那唯一比较合理的解释啊 就是习近平这一次去内蒙古视察 就是为了躲避 就是为了躲过 不去参加这一次的北戴河会议 且不说习近平想要躲过元老门对他的批评 即使是元老门不对习近平进行一个当面的批评 习近平啊也必须当面回答元老门对他提出的问题 就是说元老门让他提出问题 就是对当前有几个急待解决的重大事件 那习近平你有什么对应措施和解决方案呢 因为习近平是作为国家领导人嘛 一个国家领导人 他对国内或者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 他必须要拿出一个对应的方案 或者是解决的方案来 这个是你国家领导人必须做的事情 这样一来的话 当那些元老门就是向习近平提问 就是你准备怎么样解决当前的几个 极为重大的事件的时候呢 习近平就必须给元老门一个回答 他必须要拿一个答案出来 当前北京急待解决的第一个重大事件 就是香港 现在呢 香港问题不但没有平息 反而有继续扩大发酵的趋势 前两天14号星期天呢 香港又发生了严重的警民冲突 这些事情都说明啊 现在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她根本没有平息香港问题的能力 所以呢 如果你赶快让林郑月娥辞职下台 其实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据外媒报道啊 林郑月娥她自己曾经几次向北京提出过要辞职 但是呢都没有获得北京的批准 北京就要求林郑月娥是继续干下去 虽然说林郑月娥她的特首办公室是否认了 说林郑月娥曾经向北京提出过辞职 但是从各种迹象来看 林郑月娥提出辞职啊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因为林郑月娥她自己也感到啊 她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既然她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 那她将来的麻烦更大 还不如早点辞职啊 反而她的日子要好过一些 那么现在习近平又不让林郑月娥辞职 那她还有什么可以解决香港问题的对策 或者方案呢 显然呢习近平对这个香港问题啊 她是既没有对策也没有解决的方案 所以呢当这些元老们问习近平 就说香港问题你准备怎么办 准备怎么解决 那习近平如何回答呢 习近平必然就很难回答元老们对他提的这个香港问题 他就必然会非常的尴尬 所以呢习近平为了避免他回答不了香港问题这个尴尬啊 他就躲开不去参加这一次北戴河会议啊 当然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当前北京期待解决的第二个重大事件呢 是台湾问题 因为习近平在今年年初啊 发表了一个台湾问题讲话 提出一国两制统一两岸 结果呢就是让北京最不喜欢的 那个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是咸鱼翻身 他不但支持率大增啊 而且他还获得了民进党2020年 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资格 那蔡英文获得这个2020年总统大选的这个候选人之后呢 北京啊就把这个翻盘的希望就寄托在 鸿海集团前董事长郭台铭身上 他们就希望啊 郭台铭能够在这个 作为这个这一次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啊 在2020年大选时候击败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 那北京之所以期待这个郭台铭来击败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啊 就是一个北京翻盘的机会呢 因为郭台铭啊 他在大陆有大笔的投资 有大笔的财产 也正因为郭台铭在大陆有大笔的投资和财产这件事情啊 也就决定了不管郭台铭他说什么事情干什么事情 他肯定啊不会在这个两岸问题上干一个太出格的事情 这一点呢北京就会比较感到放心 所以说郭台铭啊就是北京啊翻盘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筹码 可是昨天呢台湾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就出炉了 北京期待和盼望的这个郭台铭啊他是落选的 高雄市场韩国瑜啊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其实呢北京并不希望这个韩国瑜当选 因为韩国瑜跟北京没有太多的什么利益关系 所以呢也就不容易控制他 那将来如果韩国瑜为了讨好台湾的民意 在这个台湾这个两岸问题上干出什么 北京看来是很出格的事情啊 那也是很难说的嘛 所以说呢这一次郭台铭落选对于北京来说 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在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问题上翻盘 这个筹码就没了 这样一来的话那些元老们必然就会向习近平提起啊 他说郭台铭落选之后台湾问题你准备怎么解决呢 这时候习近平该怎么回答呢 显然呢习近平就很难回答元老们提出这个台湾的问题 他必然会非常尴尬 所以习近平为了回答不了台湾问题这么一个尴尬 他就躲过不去参加这次北戴河会议啊 对于他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当前北京期待解决的第三个重大事件 就是孟晚舟事件和华为公司的问题 自从去年12月华为公司的副总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之后呢 北京啊就抓了两个加拿大的人质 还改判了一个加拿大人死刑 停止采购加拿大的农产品 北京啊就试图用这些事情来威胁加拿大妥协让步 让他们释放孟晚舟 但是加拿大他不但顶住了北京的压力 而且最近啊加拿大对北京的态度啊 而且还有一个转映的趋势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啊 加拿大的情报部门在7月5日 就是将一个著名的华裔的病毒学家 叫做邱香果夫妇以及他们的学生啊 就代理了加拿大的一个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这个原因啊据说是叫做违反了相关的条款 而且在7月8号呢 加拿大的情报部门 又向该实验室的一些人员宣布 说这个邱香果夫妇啊将离开一段时间 他们的同事啊 而且还警告就不得与这个邱香果夫妇联系 那么加拿大的情报部门来拘捕这个华裔科学家 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动机啊 你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这些都是一个加拿大对北京的一种抱红 那么在此之后呢 北京也是又拘捕了一名加拿大的公民啊 据说这个人呢是因为涉及什么毒品问题 那7月10号是在这个中国的山东啊被警方给逮捕 那么现在北京逮捕这名加拿大人 显然他就是对加拿大这个情报部门拘捕 那个华裔科学家的一个报复嘛 因为我们如果从时间的序列来看 加拿大是在7月5日逮捕这个华裔科学家 那么北京是在7月10号去逮捕这个加拿大人 他的报复的意图当然是很明显的 那但问题是既然加拿大他在北京抓了两名人质的情况下 他都没有屈服 那你北京再抓一个加拿大人也不可能迫使加拿大去不让步 那么这样一来那些元老们就必然要对习近平又提问了 说这个孟晚舟事件华为公司的问题 你准备怎么解决 那习近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那显然呢习近平是很尴尬 他没有办法来回答元老们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他没有什么对策和方案 那既然习近平回答不了孟晚舟事件和华为公司的问题 那他这个时候就必然是很尴尬 他就躲过不去参加这一次北戴河会议 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当前北京即待解决的第四个重大事件 就是中美关系和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那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 习近平的对策就是叫做忽然忽然毫无章法 这点是非常让人诟病 不过呢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北戴河会议召开的时候呢 当时候呢美国这个2000亿美元的关税 他还没有加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习近平的态度基本上还是比较强硬 他没有这个忽然忽然的问题 或者忽然忽然还不太明显 但是在去年九月就是美国对中国加征了这个2000亿美元的关税之后呢 那习近平可以说就慌了手脚了 他就开始左右摇摆忽然忽然是毫无章法 特别是今年五月份呢 就是习近平就是毁约 他就导致了中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呢 习近平更是毫无章法 他一会儿又是放什么反美电影上干领 一会儿又放清美电影黄河绝炼 看上去习近平好像就完全是乱套了 那还有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啊 就是昨天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啊 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已经不如以前那么亲密 川普啊是在7月15号白坑举行的一个美国制造博览会上 他是表示要把这个制造业要拉回到美国来 并且要改变中国多年以来扭曲的贸易行为 川普啊还特别提到说啊 他和中国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变了 川普说习近平主席是我的朋友 他是个好朋友 我以前曾说他是我的好朋友 但现在可能已经不再那么亲密了 那川普说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已经不再那么亲密 也就是他们的关系已经疏远了嘛 这对于习近平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为如果川普说他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很好 那么习近平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上啊 他还可以对这些元老们解释说 说他和这个川普的个人关系很好 他可以通过这个川普他们两个的朋友关系来解决这个中美关系和中美贸易战的难题 那现在川普已经公然说啊 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已经疏远了 已经不那么好了 那么习近平再说他要来通过和川普的个人关系来解决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显然他就没有办法再来说服别人了嘛 那么在当这个元老们提起说那中美关系和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你准备怎么解决的时候 那习近平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显然现在习近平是回答不了的嘛 他对这个中美关系和中美贸易战什么办法都没有 这是一个托嘛 所以呢习近平是为了避免回答中美关系和中美贸易战 他是有什么一个对策 什么一个难题啊 他就要躲过不去参加这一次的北戴河会议 当然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那当前北京急待解决的第五个重大事件呢 就是中国经济本身的问题 因为今年上半年以来 中国经济出现一个明显下滑的趋势 根据北京7月15号公布的官方的数据显示 今年4到6月份第二季度 北京的GDP增长率是6.2% 是低于今年第一季度的6.4% 而且这是近30年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最缓慢的一次 那么现在中国经济明显放缓的情况下 就急需习近平要拿出一个提整经济的一个对策和方案 本来经济问题应该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主管 可是现在呢习近平把李克强给架空了 他亲自出马来领导经济 那这时候习近平就必须要对当前的中国经济这个下滑的问题 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过去习近平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 叫做六个稳 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那习近平的六个稳其实还是一个拖延战术 就是我什么都不变什么都不改 就是要稳定 那么现在中国这个GDP下降啊 显然就是习近平他这个拖延战术失败了 他这个六个稳稳经济没有稳住 那经济下滑是进一步的恶化的 那既然习近平的六个稳失败 那经济没有稳住 那么当中共元老闻问习近平 就说你这个怎么样解决中国经济下滑的问题 那习近平准备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显然习近平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是没有解决方案的 那既然习近平拿不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 也就回答不了元老门的提问啊 他自然也就想到这次干脆我就躲过 不去参加这次伟大学会议了 他避免啊这一次大家对他提问 他回答不了的尴尬 更重要的是啊 他还可以避免有人对他当面就是发难啊 让他下不了台 那本来这个北戴河会议是一个非正式的会议 并没有疫情规定 就是中共的总书记必须要参加的 所以呢习近平如果你缺席不参加北戴河会议 完全没有什么法律或者党籍方面的问题 其实过去习近平也是可以不参加北戴河会议的 但是呢如果习近平你不去参加北戴河会议 对他自己也有很大的损失 这就是他如果他不在场 他就没有办法来控制这个北戴河会议上出现对他不利的这个议论 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北戴河会议的方向和走向 那么所以过去习近平每次都要去参加北戴河会议啊 他也是为了控制这个会议的方向 阻止对他一些不利的言论的出现 所以呢在过去的情况下 那习近平去参加北戴河会议啊 是这个利益大于弊 他不参加反而是对他不利 但是呢现在情况是变了 这次呢习近平反而是很可能去不参加北戴河会议 反而对他是更有利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习近平就选择去内蒙古考察 他就躲开不去参加北戴河会议啊 就是一个可能性很大的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但是如果习近平不去参加这个北戴河会议呢 虽然他可以避免很多很尴尬的事情 但是呢对他也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他如果不去北戴河会议 他就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会议的走向 他更没有办法控制对他出现的一些不利的言论 甚至是批评的言论 那一旦习近平他如果不去北戴河会议啊 这个就意味着一个崭新的一个事态就出现了 就是呢中共啊今后他的政治局势就可能进入一种叫做强人 已经控制不了的一种新事态 一种新局面 我们昨天看胡锡进发文就公开要求啊 北京要放松言论自由的管制 这个其实就是针对习近平所说的嘛 那么这也可以说啊 是看成是一个中国啊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政治局面的一个预兆 或者说一个先生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